有名撞到這高雄市七弦路的 一棟電信大樓內 他自稱自己是冒險進入拍攝 因為這裡有業者 在從事這個情色的行業 說可以現場選票 而且他還說當時小姐 站滿了房間 讓客人挑選同時報價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而這棟大樓妨害風化 其實這樣的情況 已經非常多年了 儘管警方說 有主動申請搜索票查獲了兩次 但是目前看起來 似乎是並沒有效果 尤其記者實際到了現場之後 還看得到這個大樓的管理室 光是天花板上面的檢視器 就多達將近二十支 也就是說在這棟大樓 不同的這個業者 都在監控這個人員的進出 而警方的取締沒有效果 也讓附近的民眾 覺得相當失望 而像這樣的情色業者 經過掃盪之後 依舊可以死回復燃 對於這個公權力來說 是一大挑戰 這都是一大挑戰 總之 我們來講 大挑戰 我們來講